大家好,我是Amy 因為快到了聖誕節 所以我會一次出兩個聖誕節 第一個是玻璃曲奇 另一個是這個 另一個是這個雪人的brownie 好可愛 它是一個融化的雪人 就像現在的天氣一樣 一冷一熱,然後就融化了 好,我們立刻開始做了 材料就是這些 首先我們準備一些熱水 再融一些牛油和黑朱古力 如果沒有黑朱古力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牛奶朱古力代替 但會比較甜一點 再融完之後,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碗裡打雞蛋 加少許糖和鹽 發勻 發大約幾分鐘之後 你就會見到起泡了 我們就可以加剛才的朱古力 再攪勻 攪勻完之後,就可以把低筋麵粉和可可粉都篩進去 然後也是一樣 把它攪勻到沒有粉粒就可以了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把麵糊倒進模子裡 再用刮刀鋪平少許 然後就可以拿去焗 我們就可以預熱烤爐180度 焗12至15分鐘 焗好之後就可以拿出來放涼 等它完全放涼後 就可以把Brownie切成9件 記得撕底的牛油紙出來 棉花糖也是一樣 預先把它切開一半 之後就可以準備糖霜 我們就可以把糖霜和水混在一起 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把糖霜塗在Brownie上面 再慢慢推開它 形成一個好像雪人融化了的現象 之後就可以貼粒棉花糖上去 再貼少許糖粒 假裝是雪人的三樓 之後就可以塗少許糖霜 我們就可以貼上雪人的鼻子 你可以用橙色或紅色糖霜 然後就可以出動我們的朱古力筆 畫上雪人的眼耳口鼻 和他的手 但因為天氣冷 那些朱古力硬得很快 所以你們都要畫快一點 又或者你可以試用風筒 吹融朱古力才繼續畫 對了 那麼快我們這個雪人Brownie就完成了 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手上這隻濃膠的樣子 裡面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溫馨提示給大家的就是 吃之前可以用180度焗5分鐘 等粒棉花糖焗到半溶的狀態 吃起來就會好吃很多 好 讓你們看看 哈哈 超好笑 焗完之後是暖粒粒更好吃的 下集預告 下一集我們會做玻璃曲奇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按訂閱按鈕 還要按旁邊的 你就會收到出片通知 真的很脆 好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下條片這兩天就會出了 記得訂閱 有什麼都可以留言 或者inbox我FB和Instagram跟我說 好 下條片再見 拜拜 這裡 記得按嗎 一下鍋 妳要不要走 這裡 你們有什麼都可以嗎 這裡